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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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很漂亮 如果说香港柴文村是一个代表性的一个地方 我发现这个是在马来西亚的 这个也是算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一个住宅区 这个看起来应该是马来西亚国旗的颜色吧 这个就是马来西亚的一个风域 就是那个flat row 然后它把它踩上了一个黄色红色蓝色还有白色 就代表了一个马来西亚的国旗的颜色 我觉得这个还是蛮适合这个我们国庆日的一个标题 好不像这一位无聊的世界 疯狂的是谁 射在哪里 那你呢 是否有拿麦克风的水 做我们新鞋的比较紧的地方 因为是空的弱 那温度并在甲虎中找活动为可 玩的面包图就显得那么多 都已经做了 我们说你错了 这不是你做的 你是生活里的弱者 又或者 你并不适合在这地方生存 可以往一方生 又梦到聚光灯 那些没拿到的奖状就别感叹了 如果你是留下的汗水 他是最闪亮的 长大的你 已经有了扛起家的职责 微薄的薪水换来的却是 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flat row 都是相当有年龄的 不过它把它踩上了这个颜色之后呢 就特别鲜艳 所以就看起来就比较有C感 我一路往前走 我把电话还掉 我逃离那困扰 我想再看到 你会一人面包 宁靈所有马来西亚的朋友 我幸福快乐 我跟RockPu 我跟RockPu Hope everyone is a good day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